不少家长可能会因为家里小孩遭到异味性皮肤炎、过敏性鼻炎、气喘等过敏性疾病侵袭伤透脑筋。 根据统计,台北市国小儿童气喘盛行率约20%,过敏性鼻炎约40%,异味性皮肤炎则是约9%,且同时有多种过敏性疾病的比例不低,高达90%气喘患者,同时会出现过敏性鼻炎。 而异味性皮肤炎有些会自然改善,但也有70%会出现气喘过敏性鼻炎。 全台以年出生人口16万,约45%有过敏性疾病估算,每年大约会增加7万到8万的过敏儿。 不过,有个讯息可是值得家长们注意,就是国卫院和多家医疗院所合作研究发现,如果妈妈怀孕期间,如果每天使用新鲜水果,每一周吃极低脂肪含量非常瘦的鱼, 远离炸物、加工食品、新生儿血液中的高免疫球蛋白衣浓度最多可降低77%,进而减少过敏性疾病发生风险。 这项研究是从2008年4月到2011年4月期间,共1107位足月产新生儿的齐带血进行基因型与过敏体质指标,免疫球蛋白衣进行检验, 并在产检时询问孕妇饮食习惯包括鱼类、水果、加工品、油炸物等,发现新生儿齐带血IgE浓度, 如果高过0.5单位,日后罹患过敏性疾病的风险大增,评估孕妇饮食习惯IgE浓度的关联性, 非常瘦的鱼及新鲜水果,对各种基因型的新生儿协议IgE浓度,都有降低效果。 至于研究中非常瘦的鱼,是指脂肪含量低于2%的鱼类,包括笔木鱼、石狗公、白鲁、鲨鱼等。 瘦的鱼则是脂肪含量介于2%至25%的品种,包括雪鱼、五锅鱼、鲁鱼、银鱼、黄花鱼、白龟和鲍鱼等。 肥的鱼则指脂肪含量大于35%的鱼,包括鲧鱼、鲑鱼、鰻鱼、鲁鱼、鱼鱼、鱼鱼、湿木鱼、鲫鱼和鲸鱼等。